李万斌和田荣这一对的感情非常接地气 田荣就像我们身边的某个人物的缩影 看到了生活中真实的样子 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对专业的工作 可是又想留在这座大城市 只能先把工作问题解决 再说其他的 机缘巧合之下干上了中介 田荣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前景 相信自己能吃到这个行业的红利 因为干了中介明白买房子的重要性 在父母财力支持下 果断入手了三套房子 早早地成为了有产阶级 跟李万斌也是因为买卖房子认识的 李万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青年 因为得了一笔拆迁费而开始倒通房子 妥妥的土财主 李万斌很喜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田荣 他跟别的中介不太一样 比较务实而且为客户着想 不贪图不属于自己的利益 傻得可爱笑得甜美 李万斌很喜欢跟他打交道 而且还帮着田荣对付自己那个精明的老爹 不想看田荣吃亏被人欺负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李万斌喜欢上了田荣 却遭到李叔的强烈反对 田荣不想破坏他们父子之情 所以一开始拒绝了李万斌 李万斌没有放弃 也不相信田荣说的自己已经有男友 他深情地告田荣 喜欢你每次见你都好心动 忍不住想要对你好 想对你好一辈子 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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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